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分享 我们这个活口扳手,它不单单是拧螺丝用的 它还有三个特殊的功能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我跟大家一同来学习一下 我们来看 这里有一个小孔 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孔是挂扳手用的 我们不用了,就可以挂到墙上 还有这里有一个小孔 我们都知道 这是开关这个扳手用的 看,打开 收进去 还有这个口 我们是来拧螺丝的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小孔的功能 我们把扳手收了 这个钉子 这个钉子 我们上出了位置 或者是我们不想用了 想把它拔掉 我们又没有工具 所以拆这个螺丝呢 我们的一子螺丝刀也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小孔我们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来看 把它放进去 我们来看 拔这个钉子 掉了吧 再来看这个 怎么样 两个圈拔掉了 特别轻松 特别实用 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孔的功能 看,这是我们的钢筋棍 我们想把它喂一个钢筋 这个时候我们用手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用它 我们来看 看,是不是特别方便 看 看朋友们 如果我们想让它撑90度 我们都再往回来一点 看,90度撑了吧 我们想喂一个圈 也是一点一点的来 看,我们想喂一个圈 也特别方便 特别实用 我们再来看这个功能 当我们拧这个六角螺丝的时候 我们来看 我们要把它拧紧的话 我们用手是不可能的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力气 然后这里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 看 这就拧得非常的紧了 当我们要拆的时候拆不动 我们来看 看 拆掉了吧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一个功能 这一个 这一个 希望能够对我们有帮助 好了 欢迎大家的评论和关注 再见